昨天跟大家報告過 在美國眾議會選議長 昨天報告經過三輪投票 仍然沒有選出新的議長 現在消息說 再多三輪 一樣沒有選出新的議長 所以現在仍然流空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有機會做到議長 目前在那邊暫停議會 暫停議會 等星期三晚上八點才再開 要等星期三 明白了 因為日後他們之間要大家互相講數 希望能夠大成協議 以便選出新的議長 在《紐約時報》這邊提出 有二十個 如果全都願意投票就完成了 但這二十個共和黨員偏偏不投票 投給第二個 因此到現在為止 無法達到共識 這二十個是誰呢 讓我們看看他們的大樣子 這二十個人 有些人的圈是 黃色的 是新選的 那些舊人灰色背面 這裏有二十個 這裏有二十個人 這裏每一行七個 三七二十一 少了最後一行二十個人 這二十個人 這十二十個人有十六個 不是不是 十二個 即是有60% 認為2020年的選舉是錯誤的 是delight the result 這十二個人支持特朗普 他們的比例 比起整個共和黨的議員們 那些議員們大約15% 是跟這十二個人有同樣的看法 這是一個非常右傾的二十個 第二件事就是 他們跟所謂的freedom caucus 自由的聯織之中 十九個是有關的 這個freedom caucus 可以看到是一個非常右傾的小組織 是黨內一個非常右傾的小組織 在第四、第五、第六輪 都是這二十個 不肯投票給 McCaffey 投票給另一個 叫做Bion Donalds 當然只有二十票 這個Bion Donalds 沒有機會當選 但亦使得McCaffey的數目不足 變成議長 這群人是objectors 甚麼是objectors 十七個是在2022年 由特朗普支持的 五個新的全部都是特朗普支持之家 所以這群人很明顯是支持特朗普的 他們來自哪裏 這就是美國的地圖 他們來自美國的東岸 美國西岸完全沒有 中區的地方有一點 這就是他們來源的地方 經過六輪 仍然得不到票數 成為議長 繼續下去 特朗普已經發了聲 就說我們已經團結了 我相信在再開始的時候 第七、第八、第九 可能是第九輪 再搞一天 搞三個投票 第九次投票 終於選到新出來 或者他要破歷史紀錄 搞第十次投票 我們不知道他的發展 但特朗普已經出了聲 就說我們應該支持 McCafe 希望這二十個人 就聽到特朗普的意見之後 就真的同意 但有可能性 就根本在拉緊貓咪 讓特朗普顯示到他有能力 大家一開聲 立即可以當選 你最好聽 聽大佬說 反正你什麼都做不成 我相信 特朗普搞這件事 最可能的原因 就是要告訴你 我才是大佬 老實了 老實在 老實在 超 老實在